好,這張荷花是林頌畫的 在林頌畫的時候呢 它比較不一樣的感覺 就是它這個荷花是從上面俯視下來的 所以它的線條非常的風雲 而且非常的細膩 這是跟我本人的畫風 也有同樣的相同的意趣 那因為它這個是採用金尖指 它比較不好容易上色 所以像這些顏色都必須慢慢淡淡的染上去 那在背面它的底色是用摺石 摺石先上底色 尤其在這個花輪的部分 也有像做立體的感覺 就讓這個欣賞者 有讓覺得它真的是出乎女而不然的君子之風 好啦,可以了